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蒙文不国家 我是真人不落相 欢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门道 好 今天这个大盘 加幅度的震荡 收盘涨6点 礼拜五我跟各位谈过 禮拜五只要看一個點位 明天也是只要看一個點位 禮拜五跟各位講過 為什麼禮拜五的低點是91771 對不對 所以禮拜五我跟各位預告 我說禮拜一你只要看一個點位 就是9174 對不對 那那個9174怎麼來的 我相信禮拜五我也給各位看過了 所以今天 今天最低多少 最低9179 那這個9179有沒有跌破支撐 沒有 所以這個大盤它狹幅度正上之後 尾盤又拉伸 那明天 明天也一樣 就看一個點位就夠了 那這個點位在哪裡 這個點位在9185 看一下 再來我們就不講盤了 就講股票 來 這是禮拜五的兩點 對不對 同樣的我說這一波漲勢以來 碰到支撐 沒跌破 所以它才能再上去嘛 一樣的道理嘛 那到禮拜五是在這裡 有沒有跌破 我們把鏡頭拉近給你看 有沒有跌破 沒有 所以最低多少 最低9171嘛 那同樣的道理 這是今天的低點 今天的低點找盤來到9175附近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盤在10點的時候 10點最低來到多少 9179嘛 也是在支撐上嘛 所以它也沒有再往下跌 所以微盤才能收高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嘛 不管是股票也好 指數也好 主力有沒有去防守 看什麼 看價位 這個叫做主力操盤手法 價的玄機 所以今天有手支撐 對你來說 明天的支撐就有意義了 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 禮拜五的低點 為什麼來到9171 因為怎麼樣 9166就有支撐了嘛 對不對 所以也是差五點啊 那今天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禮拜五是不是告訴各位 低點在哪裡 支撐在哪裡 9174 所以今天最低來到9179 也就是大概五點的預差值 所以明天呢 明天看盤 只要看一個重點就是9185 因為今天收完盤之後 來給各位看一下 9184 所以明天只要看這個價位 這個價位會不會跌破 這個價位有沒有守 我們把45度叫9185啦 經過時間也大概9185啦 這個價位沒有守的話 它會往下去測試什麼 測試另外一道的下面的支撐 那下面的支撐在這裡 前一點的話在這裡 深一點的話在這裡 更大的在這裡 所以明天先看什麼 先看這個價位 主力會不會去防守就可以了 好 盤講到這裡 給各位講完了 也交代完了 來貪貪幾檔股票 現在還是肺骨輪動的架構 對不對 但是肺骨輪動肺骨輪動 各位同志朋友 講很簡單喔 做的話就未必是那麼一回事啦 我們簡單的講 我們簡單的講 我們先從高價的來講 聯發科 聯發科 6月5號 我告訴各位 6月5號是漲的喔 我們先從聯發科開始講 聯發科啊 6月5號漲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是買點還是賣點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什麼 我告訴各位他是賣點 為什麼我告訴各位是賣點 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去空他嘛 對不對 這是6月5號的同一天嘛 12點多嘛 12點17分嘛 聯發科收到訊息的時候 限價505 龍圈放空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龍圈放空 因為我認為聯發科這裡漲上來 他是一個賣點 對不對 那我空完之後隔天下來 隔天下來之後又上去 現在呢 現在還是在這裡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在6月5號就告訴各位原因了 是不是 就是我放空聯發科我認為怎麼樣 我認為他會往下 我才去空他嘛 不然我空他幹什麼 如果他會往上我空他幹什麼 當然我是認為他會往下 就這檔股票來說 他會往下 我才去空他嘛 好那當時我告訴各位的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 領先大盤跟電子見高 目前我認為這個是右肩 他有沒有高 有啊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聯發科的高點是在哪一天 是在5月5號這一天嘛 對不對 那我們簡單的說 這個跳空的上漲 這個跳空的上漲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跳空的上漲是因為有利多嘛 你只要買在5月份 這個跳空的上漲5月2號 你只要是什麼 5月1號我們休假嘛 你只要是5月2號買進的 你從5月份買到現在一個半月過去了 幾乎怎麼樣 幾乎是沒有賺到錢的喔 我們來做比較嘛 5月2號的大盤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5月1號的電子指數在這裡 現在還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各位嘛 為什麼看空他有原因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領先大盤跟電子見高 目前我認為聯發科 他的高點是在這裡 他這裡都是一個右肩 所以這個是看空的原因嘛 所以說各位同志朋友 我們可以發現什麼 除非你在5月2號當天買 你馬上賣 不然來說 不然 不然怎麼樣 你這一整個半月 一個半月 你操作聯發科 你有沒有賺到錢 沒有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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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謂的類股輪動 各位同志朋友 跟你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是不是 那同樣的喔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是同樣的資金 你屬於有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我們來做所謂的配對交易 什麼叫配對交易 這個在外資圈很盛行 這個在外資圈很盛行 你不要看外資現在買現貨 其實他很多股票也是採取什麼 採取配對交易 他買現貨的同時 他也會怎麼樣 他也會去市場做什麼 做倔見賣出喔 這個屬於一手多一手空 一手多一手空的策略 同樣的高價股 比如說 我們去空一張聯發科 我們可不可以去買兩張 200多塊的 200多塊的 的股票 這個叫做配對交易 只要空的往下 或者是什麼 漲的往上 你的利潤會拉大 這是一種情況 最外的情況 你空的往下 漲的也往下 你不會受傷 好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你空的往上 漲的也往上 你也不會受傷 所以基本上啊 空的要往下 漲的要往上 各位同志朋友 我們說最近的 我們講真的 容不容益 容不容益啊 那是我們的願望期望值嘛 那容不容益呢 這個要有一點什麼 要有一點實力啊 那基本上我剛剛講的 同樣的資金模式 當然因為盤在9000多 盤已經在9200 不是7200也不是8200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做的模式 很適合你 而且你是有資金部位的 聽我講的 聽我講 聯發科你不要碰 我去空它 就是認為它會下跌 對不對 我空完之後 不是沒高點給你賣 還是有高點給你賣 只是怎麼樣 只是你捨得賣 捨不得賣而已 所以基本上 我既然看空它 一定有我空它的原因 我空完空它 我就是認為會跌 如果你真的想要買聯發科 或者是你手上有聯發科 各位同志朋友 聽我的 我有更好的做法給你 一個是我剛跟你講的配對交易 另外一種的是什麼 你把聯發科的資金做個轉換 轉換到什麼股票身上 一樣 不用多同樣的資金 我用我過去跟你講的一句話 現在再來告訴各位一次 落水三千只取一瓢飲 會去的股票 一支就夠了 一支就夠了 對不對 我上次跟各位講這句話的時候 是在上個月 5月23號 我是不是拿這檔股票跟各位講 對不對 這是5月23號我看多的股票 第一個 主力進貨 基本面加 對不對 一樣這都一樣這支 是不是 來 今天這支是6409的續準 5月23號 我們來看 把鏡頭拉近給你看 續準 收到訊息的時候 限價 223塊以下 任意價位 買進多單 建立持股 成交量比較少 分批慢慢買進 我們來看5月23號當天的走勢 這是10點11分 10點12分 再221 這是當天的走勢 223以下買 你一定買得到 不會有買不到的問題 對不對 當天收219 6409的續準 我買的收勢是在這一天 5月23號這一天 我帶會員買 我說是不是買進第一天在這裡 對不對 只買進第一天在這裡 好 同樣的一個動作 各位同志朋友 你去賣聯發科 買戲準 你會賺到錢 你買聯發科 同一天你買聯發科 你有沒有賺到錢 沒有賺到錢 同樣的一個動作 你跟我去空聯發科 到今天 你是獲利的 你跟我買戲準 一樣是獲利的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講什麼 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 我看空一定有看空的理由 我看多有看多的理由 對我來說沒有多空的問題 對你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說對你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們是賞戶 你們的習慣是做多 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啊 你喜歡做多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會漲啊 你一定要能掌握到 魅股輪動的脈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一定要看得懂 一定要有把握 不然行情指數 縱使撐在這裡不跌 跟你也沒關係 因為你買的股票 沒有網上的話 跟你也沒關係 是不是 所以呢 細準我在這裡買 我告訴各位 第一個主力進貨 第二個基本面加 第三個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一定會漲 第四個 我說最後的壓縮 趕快上車 它有沒有在這裡壓縮 它在這裡壓縮 不管它怎麼壓 它怎麼樣 它有沒有漲 它一定 我說漲就一定漲 五月二三號一定買得到 這上禮拜五 我告訴你還會漲 這都是不是壓縮 今天在創破斷新高 對不對 多少 二十幾塊 二十幾塊 二十幾塊大概一成 你說很多沒有 你說漲停板 沒有 但是最起碼 我讓你賺到錢 這是最基本的 所以今天告訴各位什麼 一個概念 做多做空那個都是念頭 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你看得懂嗎 買股票 買股票 兩個 第一個 是買了怎麼樣 買了它要會漲 對不對 會漲 會漲你要看得懂 你怎麼知道他會漲 我跟你說的 我說一定會漲他有沒有漲 我跟你說一定會漲他有沒有漲 我跟你說最後的壓縮 趕快上車 錯還對 我是等漲上來叫你買嗎 不是耶 今天告訴各位 不是告訴各位 你來抬轎 不是 不是 我今天要告訴各位什麼 這一檔 我當初跟你講 你可能不相信 你如果同樣的資金 你去買百貨 有賺到錢了 我跟你說 我漲上來我也恭喜你 我不會那麼吝嗇 不會那麼小氣 我不會說跟你說 我不會說你一定要來跟我做 不會 但是如果是同樣的資金 我從跟你講這檔股票開始 你去做其他的股票 各位投資朋友 你是賠錢的或者是沒賺錢的 表示什麼 表示你是看不懂的 你是看不懂的 這樣我跟你說的 你沒賣是不是沒差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告訴各位這檔股票還會再漲 我不要你來幫我抬轎 不用 做股票我們不用人更 我們要什麼 要看好它會漲 有把握 看得懂 它自然就會漲 所以今天要告訴各位的 不是這一檔 下一檔 來 來 注意聽喔 一樣喔 不太簡單喔 一千多檔類股類股輪動 不太簡單 但是一樣 這一檔之後 再來的下一檔 一樣 會去的 一支就夠了 看好很久 今天我才帶會員進去 第一個 主流之群之一 第二個 業績題材 第三個本益比不到十倍 第四個壓縮末端 一樣 一個條件 兩個 資金 200萬 十個名額 我應處的 卡電回來 休息時間 打電話過來 我們休息一下進行廣告 馬上回來 中心路 細紙密網 影赴運 卡位名聲細紙線 捷運三分鐘 商圈環四周 中心路繁華身段 商圈正中心 新東區 新東區智貨首選 中心路地網 智貨一至三號 影富裕 2694-6111 投資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顧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板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顧得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聽 請聽五分鐘 五分鐘 輸出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男友 好 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來 淚骨輪動 肋骨輪動 講很簡單 那沒有那麼容易 怎麼樣去掌握 對不對 有資金有有資金的做法 沒資金有沒資金的做法 好 沒資金了 기본上 就是做中低價位的 中低價位 那上禮拜五我跟各位講什麼 你要留意什麼 題材啦 題材 還有什麼 還有每檔個股 不同的時間會出現不同的買進訊號 那基本上 禮拜五如果你有看我節目 你今天是開心的 為什麼這麼說 上禮拜五6月13號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你要留意什麼 要留意生計股的題材跟比價效應 有啊不 我這個為什麼我喜歡寫字 寫字是什麼 白紙黑字不能作講 我事先講 那各位的日本友你來看 尖大盤小漲六點 在各類股漲幅裡面 我請問各位 這兩頁你看一看這麼多 電子這麼多 今天去上這個是上多少 今天類股漲幅最大的是誰 是不是生計醫療 是不是生計醫療 0.79 是不是 我楊少爺跟你說的有沒有錯 我跟你說的有沒有錯 沒有錯吧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下週你要留意什麼 留意生計股的題材跟比價效應 當然 這個也牽扯到選股的問題 有今天才發動的 有已經發動的開始在漲了 看你怎麼去選 你要買今天發動的 還是買已經發動的 還會漲的 這個怎麼樣 這個就牽扯到技巧了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跟我做 我會帶你做 如果你自己要做 很簡單 有個看盤工具就可以了 訓練 今天47.64 就會出現整理結束的訓號 來 1784 這是訓練 這段時間都沒有買訓喔 這一兩個月都沒有 對不對 到今天 這個價位 47.63 一上上去 他第一時間 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通知你進場 有划開過79塊 出現整理結束的訓號 台達化 今天縮畫股也是 不是只有台達化而已 整理結束的起漲第一天 1309的台達化 來 今天這支是台達化喔 對不對 你看這一段時間都沒有買訓喔 有沒有 這一段時間都沒有買訓喔 縱使這一根彈上去也沒有 這是台達化喔 這是台達化喔 對不對 今天除了生技醫療之外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塑化類骨 對不對 好 這個是什麼 你來看 這是今天選骨的喔 他會有聲音 我把它關掉 台達化台本 對不對 生技骨的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各位投資朋友 有沒有工具 有 他電腦會自動通知你 所以你如何 如何去掌握類骨輪動 絕對不是憑感覺 我拜五會告訴你 這禮拜要注意生技 我已經告訴你什麼類骨 這禮拜要注意的 說話骨我沒講 但是說話骨我沒講 今天該啟動掌勢的時候 你會不會做得到 你也會做得到 所以說 類骨輪動 類骨輪動 講很簡單 要做 容不容易 不容易啊 你如果沒收心去買 就這支3羊 2206的3羊 我問你 你來看一下 有什麼差別 我給你看 看一下2206的3羊 有什麼差別 你自己看 你就知道了 這個出現邁訊之後 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反彈到這個位置 我放大給你看 這天彈到這裡 來你看一下 這32.3 2206 就是它反彈的什麼 反彈的壓力 所以你如果說 趨勢看不懂 類骨輪動猜錯的話 漲上來你跳下去買 今天連賣都賣不掉 所以如果去掌握 類骨輪動 一定要有工具 不知道的 歡迎你 跟著我們操作 去續準之後的下一檔 有興趣的 歡迎你 跟我們注意人一下群 生意關係 跟各位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什麼 我的網購被設定場 分期付款 照我的指示 去ATM解除就可以了 千萬別上當 你是 啊 我來教你防詐三絕招 別聽他人實施操作 那是要騙你 ATM只能轉出 不能轉入 沒那麼好看 ATM不能辨識身份 沒這麼聰明 謝謝你教我防詐三絕招 三大絕招 So easy 金融照片也黎黎 行政院金管會關心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 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 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在於挺你的投顧 吐得投顧